夏日酷暑来临 许多家长将六娃的主战场从公园广场转为室内场所 各大室内亲子乐园人气暴增 在广东深圳 香港人北上六娃更是随处可见 一起去看看 在广东深圳一家室内亲子乐园 不少客人正在排队验票进场 波波池 蹦床 滑滑梯 骑马等项目深受孩子的喜欢 不少家长表示 基本每周末他们都会带孩子来玩 在亲子乐园中 记者还看到不少香港居民带着孩子来游玩 他们经常一家出动 早上过关后直奔亲子乐园游玩 他们都挺兴奋的 过来 提前一天跟他们说他们都很开心 一个月会来两次左右 这边的娱乐性都比较高的 小朋友过来玩的场地都比较多一点 价钱上都比较优惠一点 相对于香港来的 然后各种只值搭车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他一个商场里面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了 就是夏天都不用跑到外面去 一个商场里面做一站式的内容 这边性价比比香港高很多 不少门店负责人表示 香港游客已成为他们主要的消费群体 港人北商六娃将会在暑假达到高峰 因此不少商家提前招聘员工 学习粤语来应对客流高峰 一到周末的时候 95%以上的家庭 其实都是我们香港的朋友 现在基本港课在周末 占到我们一个六层 因为基本的话 打电话预言那些 基本都是全是香港人 所以现在我们所有员工 也慢慢地学习讲粤语 制作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